腾咬金 少年义气的翘罗城 他们是否确有其人 他们又有哪些不同寻常的经历 经堂目一拍 本期经老梁为民平说 隋唐那边真事 这个就是隋唐演义里边啊 演吕元霸 你看这边请来了王宝强 这个吕元霸历史上就没这人 可是在隋唐里头他顶重要了 为什么呢 隋唐十三节里头有吕元霸 同一条好汉就是吕元霸 而且吕元霸在这里头谁也打不过的 手指一对雷鼓瓮金锤 你看他锤镇四平山 打着十八路返王六四路阉城 没有招架之功 所以这吕元霸是这里最了不起一条好汉 而历史上李渊从来就没有这么个儿子 李世民从来就没有这么个弟弟 他只是说书人呢 为了能够让这故事情节更加紧凑 好看 得弄出这么一个老大来 隋唐这个书 其实历来的说书人都喜欢这个书 为什么呢 平书他分长枪袍 短打公案 神怪鬼狐 这么四类 那么说帝王降乡的就为长枪袍袋 说这个打打杀杀的呢 破案的呢 就为短打公案 隋唐这部书好在哪呢 既有帝王降乡又有短打公案 揉在一块呢 各种各样角色非常丰富 所以很多书是非常喜欢隋唐这部书 你看这次隋唐演绎呢 他的出品人就请来了著名的评书艺术家 善天芳先生 善天芳就说我们这个作品呢 正宗 正宗是什么正宗 是正宗的评书 不是正宗的历史史实 你看这李元霸为什么请王某强来演呢 就是善天芳评书里边 说到这李元霸 尖嘴猴三 说话口吃 请了王某强来演呢 在某种城里来说还挺对劲 有什么管呢 我要大大大大大国 皇上 这这这还好看 我我这这就要是这牌 其实李元霸呢 不应该叫李元霸 他本来叫李玄霸 哎 就这个玄学的玄 为什么叫李玄霸呢 因为他生在道观里头 哭声特别响 有老道说 此人乃玄门之霸呀 玄门不知老道吗 玄门之霸 所以这么叫李玄霸 李玄霸 后来这个书到了清朝的时候说的时候呢 话本也流传的时候 那个咱们大伙都知道康熙年间 康熙叫啥 爱心觉罗玄业 这玄字跟李玄霸全冲上来 所以为了避讳 改李玄霸为李元霸 哎 这个人物是这么来的 他也经历了民间 陆续的演绎啊 传说话本的这种描写 形成了原吧 这个人 那么隋唐演绎里确实有一些人物 是历史上十有七人 咱们一个给大伙说几个啊 你像这个名气最大的 秦琼 可以说隋唐的根就从秦琼这起家 你一听小说里面一提秦琼 马踏黄河两岸 捡打山东六府 再专注斯梦祥 秦琼 秦琼 秦淑卯 山东历城的普快 秦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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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二爷 整个隋唐这部书呢 其实也是从老秦的开始 从他父亲 最后这个兵败自杀 然后再往后到秦琼出事 你看有秦琼卖马 什么这个 结石赛雄信 然后造军林误伤人命 北平虎逼武 后来这甲日楼四六节一软面 同虚闹灯舟 等等的情景 都从秦琼这开始的 那么秦琼这个人呢 在这个书里头 听书里头 那是确实是交友广泛的一个 等于说是孟长军事的人物 要怎么叫赛专珠斯孟长呢 孝顺五星像专珠一样交朋友 仿佛孟长军一般 所以把秦琼列到呢 隋唐这个十三节里头呢 很多把他列到第十三位 上半截秦琼 后半截御师公 这个秦琼在历史上 应该说比这个 隋唐演义里头功夫还要高 但是隋唐演义里 给他附会了好多新东西 你包括仁义道德这块 一下子把秦琼给拖下来 你比方说咱们常说那么句话 说为朋友两肋插刀 这句话 就是从秦琼这来的 有时候怎么 从秦琼那来 不是两肋插刀 你听说哪个历史事件里头 为了朋友 把两刀插类到这里 这一下不同死了吗 倒有插朋友两刀的 没有两肋插刀的 真实的说法是两个 为朋友两肋插刀和两肋插刀 我跟你细说 怎么叫两肋插刀 他当初不是这个 程雅金尤俊达 结黄杠 结了48万两银 把银子都够留下 若不然也有 把你们都给拼了 当初结完了以后呢 这个事是山东地界犯的案 就交给了这个挤来虎 秦琼一调查知道 自己好哥们 程雅金尤俊达干的 调查完了他回来 走到一个地方叫两肋庄 这个庄呢 就像人的两肋头 一排一排房子 叫两肋庄 到了这两肋庄呢 秦琼就琢磨 眼前有两条道 插道 一条道呢 是回济南府 回济南府呢 就是复命去告诉 我案子破了 你们抓下去吧 抓车小金去 另一条道是奔登州 登州谁呢 都败黄杠 这个事情的 靠山王杨林在那 这个时候 秦琼就琢磨了 我要回济南府 等于把朋友出卖了 我宁可不要我这命 也得保朋友 所以干脆吧 破不了这案 我也是一死 所幸呢 染面涂须闹登州 到登州顶钢去 这事就算我干的 怎么叫染面涂须呢 都说杰黄杠这 成耳金呢 蓝脸红胡子 哎 我就把脸 秦琼大黄脸嘛 把脸涂成蓝的 把胡子染成红的 这叫染面涂须闹登州 我倒着自首去 都我干的 杨林把他就给抓住了吗 你几个胆子 竟然赶着老夫面前撒野 拿下 所以你看两类装置有个插道 这秦琼没有回家付命去 而是染面涂须闹登州 为朋友两类插道 跑插道这走起来 从两类装置赶插道去 就够义气 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两类插道 眼泪比累 就是这杨林把秦琼抓住了 一琢磨 这人主动来投案了 说他干的 估计是顶纲 所以这杨林呢 就套秦琼的话 说壮士啊 我知道你呀 有不得已的苦衷 你恐怕是来顶罪的 可是你顶罪 全了朋友一起 你想不想过 你家中 有年纪八十高堂老母啊 你这一死 高堂老母 何人奉养 势必无比凄惨 这两句话说完了 秦琼心里感动了 为啥 秦琼大笑紫吗 塞砖珠吗 眼泪上来了 这眼泪一出来 你别忘了他脸 涂的是蓝色的 这眼泪一出来 把这蓝粉冲开来 露出黄底里了 一下子 杨林一看 好啊 你这是染面涂须闹登州 你来顶罡了 这不是眼泪出来 顺着这有岔道 把脸的色冲开吗 这叫为朋友 两肋插道 所以这个是从秦琼这来的 所以你看这说书人能编着呢 还有你看家里头说是 过年上门神 门神就是有神书玉律 也有秦琴琼竞逮 竞逮谁呢 御师公 御师竞德吧 念白了竞逮 说秦琼怎么成门神了呢 我们都知道李世民呢 发动玄武门兵变 把这个大哥建成老地元吉给宰了 杀了自己青骨肉得的这个皇位 所以得了皇位之后呢 晚上睡觉睡不觉 他总觉得这鬼来锁命 所以半月三更就找秦琼 御师公两个人到宫门去给站岗 不让大股小股进来 因为他最信任的两个将领 所以时间长了 秦琼和御师公两个人成为左右门神 所以这就是中国门神秦琼竞逮的来历 所以秦琼这么个人物 历史上十有七人 武功比这个隋唐演义力还高 可是隋唐演义力赋予他很多 其他的人物性格 使秦琼这个形象丰满下来的 那么秦琼作为一个相对正一点的 就得有一个相对回忆一点的 谁呢 程耀金 人家叫程耀君 并三板鼓子打天下 免贴后 买点子多 正史中的程耀金 是否果真如此 足智多谋 能掐会算的徐茂公 难道真的只是草头军师 五路绿林盟主 善雄信 又是否真的狭甘义胆 忠义良全 经堂木一拍 听老梁继续为您评说 隋唐 那点真事 程耀金 本名叫程之杰 历史上也是有气人 他呢 跟秦琼他们一块打仗 跟着李世民 其实在正史上描写的程耀金 平平无奇 就普通一个将领 可是在书里边呢 把他戏剧化了 把他当做个蠻汉子 初中有戏 你看使个八卦宣花斧 一辈子就会四招 前三招有时候经常来三班斧把你吓住 所以后来有叫程耀金三辅定瓦钢 探地穴得龙头 成了一代混血魔王 就平书里头特别需要这种查克打混的人 所以等于硬生生的把程耀金给推出来了 当做一个喜剧人物 据说后来活了一百多岁 连儿子都快活到一百了 轩钢反弹的时候 程耀金还冒出来 来个笑死程耀金 哭死成铁牛 所以程耀金等于书里头非常好的一个佐料 和一个书演的人 因为再有的人物 就是书里头乃部书都找不了 有正的有邪的有魂的有恶的 还得有聪明绝顶的 像三国里有诸葛亮 名言列里有刘伯温 这里边随堂有谁啊 徐茂公 徐茂公贾恩楼杰一排行老三 先锋盗鼓能掐会算 前之五百年后之五百年 上之天为下小地理 就这么个人物 在这里头呢 等于帮助这个瓦钢寨 后来又帮助李逆 干了好多事 后来又帮助李世民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徐茂公 应该说并不像演义里写这样 他确实也足是多谋 但徐茂公立功 不是在随的时候 而在唐的时候 大唐天下平定之后 他帮助李世民南征北战 立了很多战功 而且确实也是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的人物 他对着随重到什么程度呢 后来李世民呢 次姓他为李 就不姓徐了 改姓李了 他很有名的有那么几个事 一个是李世民死的时候 故意把徐茂公杀官都给撸了 贬成平民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跟自己儿子 唐高宗李志 继位这位说 说你上来 非得以重徐茂公不可 可是你对他一点恩德没有 他不一定服气 不一定真心疼你 这样 我把他所有官故意都撸了 你上来再让他官复原职 他不就感恩戴德了吗 这是历史上记载的非常有名的一种用人策略 果不其然 徐茂公死心塌地的跟着 让他官乎原池的唐高宗李志 所以徐茂公在历史上 应该说是隋唐描写的诸多英雄好案例 他算是对历史发生作用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但这里头有这个正面人物啊 喜剧人物 他也得有悲情人物 哪个是悲情人物 赛雄信 赛雄信为什么说他悲剧呢 咱那么说 梁鸟则木耳其 梁臣则朱尔氏 他没有选对主的 瓦钢寨散了之后呢 他投了洛阳王王世聪 当了王世聪的女婿 后来跟大唐对抗 等于跟原来那些瓦钢寨贾尔楼那些哥们打 结果他忠心耿耿 难逃一败的命运 最后来个善雄信彩营 我一遍一遍的到藏医里出了 我这些兄弟说咱躲着他